OK 那么这是这一点 然后我们还要给大家补充一点 就是我们这个删除文件 删除文件的话 那么比如说 我现在在这里面 在这个下面 我去新建一个 先看一下这个状态 我去新建一个新的文件 我直接写上一个touch code3.tax 好 我现在你getstatus 你可以看一下 他告诉你这个文件 是不是没有跟踪 现在没有跟踪的话 就是get 还不能管理你这个文件 假如说 你没有让get去跟踪你的文件 你就直接去编辑这个文件的内容 你编辑 然后我就编辑这个文件内容 我在里面编辑 编辑了一堆 好编辑完之后 我不小心我把它删了 直接rmcode3.tax 那你注意 这样的话 你删了你就是删了 你再也找不回来 你getstatus 你可以看到 他提示你这个工作 就是干净的对吧 是因为你在创建完这个文件之后 你根本没有把这个文件放入到赞存区里面过 就get根本就没有跟踪你这个文件 那你这个时候你删了 你就是删了 你要想把它找回来 只有一种方法 对吧 电脑别动了 马上上网去找那个扫描硬盘的软件 对吧 把你这个文件的扫描出来 这个其实就是这样的 你删除一个文件的时候 他只是把那东西给你抹掉了 其实你这个内容还在 但你要恢复的话 你这个电脑你就别动了 别再往硬盘里面写内容了 就马上去向那个搜索硬盘的 搜索硬盘的软件 帮你扫描出来 再进行一个恢复 但是那种软件一般是收费的 就一般收费的 没有免费的 基本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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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是 没有 有 ıl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